拉姆尔记下第四章 扫罗的儿子伊斯坡舍 听见亚尼尔死在西伯伦 手就发软 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 扫罗的儿子伊斯坡舍 有两个军长 一名巴拿 一名利甲 是汴亚敏之派 比路人临门的儿子 比路也属汴亚敏 比路人早先逃到吉他因 在那里寄居 直到今日 扫罗的儿子约拉丹 有一个儿子 名叫米菲泼舍 是瘸腿的 扫罗和约拉丹死亡的消息 从耶稣列传道的时候 他才五岁 他如母抱着他逃跑 因为跑得太急 孩子掉在地上 腿就瘸了 一日 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 利甲和巴拿出去 约在午热的时候 到了伊斯波舍的家 伊斯波舍正睡午觉 他们进了房子 假坐要取麦子 就刺透伊斯波舍的杜妇逃跑了 他们进房子的时候 伊斯波舍正在卧房里 躺在床上 他们将他杀死 割了他的首级 拿着首级 在亚拉巴走了一夜 将伊斯波舍的首级 拿到西伯伦 见大卫王 说 王的仇底扫罗 曾寻所王的性命 看啊 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舍的首级 耶和华今日 为我主 我王 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 报了仇 大卫对比路人 林门的儿子利甲 和他兄弟巴拿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 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从前 有人报告我说 扫罗死了 他自以为报好消息 我就拿住他 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识 何况 二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 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写的罪 从事上除灭你们呢 于是 大卫分户少年人 将他们杀了 砍断他们的手脚 挂在西伯伦的池旁 却将伊斯波舍的首级 葬在西伯伦 亚尼尔的坟墓里